但气氛问题也不方便说出口 将军大人一定有自己的考量 是指那些和你一样从别的地方旅行到提瓦特的人吗 还有你妹妹的事也还存在太多疑问 要不然我们再去找纳西大聊聊吧 可是按照你的意见 这个故事就变成悬疑剧了呀 那按你的说法 想要追求严谨 从一开始就不该选踏被杀怡云 作为选题对象吧 课题的确是我从老师那里继承的没错 可这些故事本来就很引人遐想吧 我不就是因为好奇才想写相关论文 才为了这一目的找上你的吗 则天老亚卡巴先生 请我来帮忙 就更该参考我的意见呀 那 那 那两个人是不是提到了他被杀 虚迷人研究盗窃的神秘事件 还为这个写论文 看周围人也不觉得奇怪的样子 嗯 正好听听他们说的那个 他被杀怡云是什么情况 写完这篇论文得出去走走 哪个国家都行 是时候拓宽引界了 好吧 那出稿就先按照我的考据和你的编写方向来写 相信在这本文章里 那个失踪的亲戚者会成为 要是能找到那位大名鼎鼎的旅行者就好了 听说他见多识广 这一位就是旅行者吗 喂 你那个表情是在怀疑我们吗 不不不 当然不是了 我还在到期的时候就对旅行者的大名有所耳闻了 第一次见到你和你的神秘白色同伴 对你们感到好奇 又有职业病 则天先生你真是的 抱歉了 我们这些人在家待久了 社交能力有点差 旅行者 我听说你帮了大家很多忙 又去过很多地方 那你看 但我们对那个地方也没什么了解 反倒是听你们说的有了兴趣 哦 果然如此嘛 老师以前说过 他选这个课题就是因为攻阶难度大 有挑战性 不嫌弃的话 想请各位看看我有关他被杀相关事件的创作思路 请稍等 则天先生 一上来就看那个的话 会不会太难懂了 哦 也是 那就请各位先看看亚卡巴的论文出稿吧 我来介绍一下 最初是有人在他被杀地区找到了一些资料 其中提到 一位名叫育于长正的人打造出了一把好刀 然而 最终他却把这把刀丢进火里熔毁了 还杀了一个名叫桂木的手下 至于原因嘛 除了这对主从和记录故事的人 资料中还说到一名亲戚者 这个词在稻妻本地 似乎是指那些穿着或行事作风古怪奇特的人 对 亚卡巴的老师也做了不少本土调研 据说这位亲戚者在他被杀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便消失不见 一个怪人 离开之后出了命案 对吧 我也这么想 所以我也帮着四处打听当年有关他被杀的种种戏剂 不要突然大叫了 这里很重要 所以强调一下嘛 巧就巧在 我有位朋友在官家的资料室任职 他帮我找过相关内容 上述 当时他被杀已经是到期冶炼工业的核心地区了 那里的最高负责人是一位名叫丹羽的官员 又失踪了一个 正是 而且丹羽这个姓氏来头可不小 冶炼断造 那不就是一星船什么的 哎呀 你知道的很多嘛 那就好说了 这个单人啊 而丰元家后来似乎出事落魄了 具体经过我不清楚 但 丰元家 泽田 你忘了最重要的细节 哦 瞧我这记性 把最重要的给忘了 各位 重点来了 别卖关子了 换据亚卡巴导师的资料 那个轻奇者并不是人类 而 人偶 哦 看二位的表情 难道是听 呃 呃 啊 不不 只是觉得人偶这种东西 出现在这个故事里有点诡异 不错 我也这么想 但考虑到到妻 确实存在非人种族 发生一些怪异事件也很正常 好 呃 超 自然而言 提出 疑 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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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论文草稿也请一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提这种东西 就像世界上的大树一样 有那么多 没必要 喂 那个人影你看到了吗 突然走过去的那个 就在那边 好像 好像是 伞边 不可能吧 他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快桌上去看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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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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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喂 有什么我们能做的事吗 原本还想联系你们 但在那之前 你们就已经找到我这里来了 事实上 我本就打算请你出面 就算失去了绝大部分力量 散兵怎么说也是执行官 当然 我也会以外部导航的形态存在于你们身旁 嗯 那就拜托了 各位 准备一下吧 世界术所在的环境 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呢 色彩变得柔和了 应该是因为如今的虚弥一切平安吧 动作比我想得快嘛 看来是担心我 先你们一步进入世界术 甚至特意减少了朋友闲聊的时间 这家伙说话口气 怎么还那么大呀 做了囚犯就会被玉井盯上 很正常 不过现在是我的放风时间 你们顺利会合了呢 有件事我必须强调一下 稍后你们将进入世界术的内部 不同于常规区域 世界术内部 有且仅有信息数据构成的洪流 在世界术内部行动 必须万分谨慎 我知道你们之间有不少积怨 可一旦进入世界术 绝对不能内后 这也是为 好吧 看在重要行动的份上 不用把关系搞得太糟 我们稍后还要一起行动呢 根据与小吉祥草王的约定 我会走在前面 探路排除危险之类事宜由我执行 哈 听起来好像你比我们还会探险一样 没其他事的话 最好现在出发 还是说 需要给你们留一些做心理准备的时间 你这家伙 好讨厌这家伙的嘴巴 可以开始了 准备访问世界术 并接手续起报 这是小型的数秒 可恶 这家伙 那我们也赶快跟上吧 这就是世界术的内部 哇 好 好特别 而且 有一种不容亵渎的感觉 世界术与整个提瓦特大陆息息相关 流淌在他内部的每一条信息 别把时间都花在惊叹上 不知道为什么 不太想听他的话 小吉祥草王 我们将前往世界术的中心 你现在应该还能感觉到树心的所在地吧 对 查阅信息的事 就选在那里进行如何 我准许 请动身吧 走吧 跟景点 喂 我说 在这里乱跑走丢的 你 你笑什么 只是在想 如果你走丢 这家伙会是什么 在这里没人能保证什么事一定不会发生 这些树苗一样的东西都散开了呢 都是世界术内部的信息 不要乱碰 上下左右看起来都差不多 怪不得说会走丢 这家伙居然没有骗我们呢 他又在吓我 什么意思啊他 骗是一件因石因地的事情 此刻毫无必要 收起你的警戒吧 到了 好大的数目 小吉祥草王 你们应该到那里了吧 准备的如何 随时可以开始 那么 请准备 预备开始访问意识洪流 散兵那家伙 居然真的在为那戏打做事 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你了 有新发现 嗯 我们反而是无所事 旅行者 派蒙 要聊聊天吗 没错 把派蒙也邀请进来了 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说话 可以这么说 而且我们都是熟悉的朋友了 很新鲜 感觉还不错哦 对了 刚才我一直想问 你们觉不觉得散兵很矛盾 他说话总是牙尖嘴利的 我说过 他身上还有谜题 那些事从我的视角看得很清楚 说不定 今天他能找到答案吧 不愧是你呀 细致又聪明 原来你触碰到了 他心中这一部分 的确可以说 我还以为像他那种人 天不怕地不怕呢 搞了半天 每个人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往事呢 派蒙 就算散兵是被雷神创造出来的人偶也 说到人偶 今天还遇到了两个在教令院 讨论论文的人 他们的题目 居然是他被杀事件 如果是说他被杀那个神秘事件 与侵袭者之类的 真的 听他们说 他被杀的历史上存在不少疑点 真有意思呢 这两位先生仅凭猜想 难道他们猜对了不少 至少在他被杀曾经被某种事物所害这点上 三个灵魂聚在一起闲聊 真热闹啊 看来不需要我参与的话题总是 你 你怎么突然说话了 特意避开我对话 一定是在讨论我了 说的也是 囚犯不受欢迎也是很正常的事 那 那你找到什么了吗 暂时还在搜寻 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你和你的血清来自世界之外 就算世界术里毫无计 等等 你一直知道这些吗 见过那么多次了不是吗 你很有名 知道有关你的事 也不奇怪吧 现在你我必须保持和平 我没兴趣给自己找不痛快 嗯 等等 这团瓜 好像树鸟一样 无名的数据 你可不能忘了我们的约定 小啰嗦 安静点等着 丹羽先生 您当真要去冒险吗 事关他被杀的核心熔炉 除我以外 没有进入庐心的更有人选 是吗 您执意如此 这是 自我来到踏北沙 已经有些日子了 您也好 玉玉长正大人也好 甚至可以说 您所带领的踏北沙 就像一个温暖的聚集地 一个巨大的村庄 据我所知 这些年雷电将军大人 处理了许多肆虐于稻妻大地上的要挟 为了消耗掉金化骨髓 锻造也兴起了 一代又一代刀将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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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这些卷入的匠人 都 埃什尔先生 赤木提过 若不是您来到到期 偶然与他结为朋友 一同研讨技术 您将双方共同研发的技术 归入赤木名下 后来他又将技术转卖给我 而您也作为他被杀的顾问之一 留在这里陪伴我们 您的到来 改变了我们的生产与锻造模式 您过奖了 到期的锻造业 本就值得我来鉴赏 可是埃什尔先生 事实当真如此吗 大人这话 又是什么意思 今日之前 我从未将一切串联起来 是因为我不愿像这样揣测 接纳新技术投入实战 我们得到了什么 怪异的黑烟 积压的问题 工人体力损耗和伤亡比例上升了 而直到最近 如您所知 有人因为 卢心内的怪异污秽死去了 外出求救的人 一个都没有回来 你我的朋友 清奇者 带着那片金色羽毛 今天我还要 我要比较 属于大人 在暗门上 她是 我已有 变成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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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您 艾舍尔先生 据说玉鱼大人 是将军斩杀的妖女 虎千代的养子 为洗刷家族污名而奋斗 您连此中的进退都懂得 却只是个从丰丹远道而来的 极械工匠 丹羽大人这话 是建议我去找份官家的工作吗 可以了 艾舍尔 我站在这里 是因为庐心内协力四女 需要有一个人 带着你给的 用以吸收鞋碎的装置 进入高 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将背负起责任勇敢赴死 看您的眼神似乎很不信任 事已至此 没有必要继续演下去了 不论你是谁 我只想知道 你还在等什么 这里还有什么 值得你好奇的答案吗 丹羽大人 我在等一个时刻 像这样 听你说完话 彻底阻止你 进入庐心的时刻 你 您还是比我想的聪明了一点 还以为至少刚来那几天 我伪装得很好呢 你还是比我更加任何人 不论 你还不会 资金 你还认为 你是不是 你 虽说人们未必觉得她是人 可你是这么告诉她的 你背后另有势力 早晚会露出马脚 可我不明白 做这些 你有多少层意图 自然是为了欣赏和实验 当然了 你如果好奇 我也愿意爆出真正的名号 你可以称呼我为愚人众执行官 愚人众 想给你们的国度增加一点小麻烦而已 所以 你才改良技术 最大程度 激发 你这般高洁的人 死前竟然也会露出 我做的装置可不是骗人的 想瞒着外面的人解决这场灾难 就必须用到它 带着憎恨的人更容易被邪碎附身 你尽情愤怒吧 反正没有你 别人早晚也会利用那位纯洁的人物吧 要将我的心送给他 去告诉他 长征大人也好 他不必做任何事来证明自己 你与人 orum看起来 还真是美好的理想呀 让我有些愧疚 那就尊重你 你要是乐意 就当我是个怪物 是个鬼魅好了 这样你就算死 丹羽大人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的人偶朋友能成为人吗 丹羽大人 已经怨气了呀 如此一来 丑爵 你交给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制造空隙 让我为你介绍一个人偶吧 假如他有用 便成为我们的同志 喂 你怎么了 多多雷 很好 刚才那个 师博士 他 他是不是变成了 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是以他的 我触碰博士确认他是否消除所有切片时 从他心中读取了这一段记忆 这种东西 毫无意义 是吗 可记忆中的那个丹羽 并未出卖你 那实在他被杀 你带着装置进入无心 你一定比我更懂得这其中的意 你一定比我更懂得这其中的意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 给他一点时间消化情绪比较好 我还没搞明白他被杀的事 只知道是博士捣鬼 没有人像这样欺骗过派蒙 派蒙不明白也很正常 或许他也早 先前的事你们已经知道了 清奇者被桂木捡回他被杀 与那里的人一起生活 一切就像博士故意安排的恐怖实验 而他做这些 仅仅是为了埋下灾难的种子 至于散兵 刚才那段记忆之后 真相是这样 博士将丹羽的心脏放入装置 交给散兵 负荷远超预期 散兵却活了下来 最终 他疲惫地离开卢星 工匠回答 丹羽大人畏罪潜逃 不过他给你留了份礼物 据说是你一直渴望的东西 说着 工匠取出了装置中 枯萎的心脏 散兵从未想到 渴求之物会以如此残酷的形式 呈现在面前 杀死他人取来的心脏 本是不怕认为 自己被丹羽彻底背叛了 这种背叛却让他活了下来 愤怒又悲伤的散兵 原来是这样 那博士不就是杀死无辜的人 还嫁祸给死者吗 是啊 他只有理解这一点 你竟敢做出这种事 丹羽根本就没有伪罪潜逃 是你杀了他 我 我们要不然 还是去问问他怎么样 喂 你还好吗 你 你这个表情好像 你们似乎很担心我 要不是知道我们之间有些往事 当然 我会完成约 喂 你难道是在调查我们想 我们本就是为此而来 不过很可惜 世界术内确实没有关于降临者的 别你都这么说 看来 世界术不会记录降临者 来自世界之外的个体 意思是 一无所获吗 别急着说谢谢 看你这副沮丧的样子 哼 就由我个人 分享给你一些情报 呃 你知道什么 你的妹妹之所以被记录在世界术内 或许是与坎瑞亚有关 据说 他最初降临到这个世界 而且 是因为天空回应了赵火 天空 回应了 这是丑爵亲口所说 不会错 他曾经是坎瑞亚的宫廷法师 更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信与不信随便你 只能说 我不打算拿这件事骗你 小吉祥草王 你也听到了吧 嗯 真是令人震惊的消息 不来自世界术内部的消息 能算我的收获 非常有价值 那么接下来 是私人时间 你干了什么 小吉祥草王说的没错 我的力量残存无几 就算动用体内所有残余的神之力 我告诉你的秘密 应该配得上你的一些感谢 现在作为回报 把手给我 像这样对话 应该还听得见吧 不 已经做不到了 只能短暂的对你说 我怎么可以 就是 我 小吉祥草王 教称王 这是 小吉祥草王 她 有 你 你 你 小吉祥草王 你不是說不能亂跑嗎 反應很快嘛 不過 我們應該不會再見面了 從今往後 散兵或親奇者 這兩個名字 那些死在他被殺的 與我有關的人 不會散兵 你不會要做什麼蠢事 說起來 我不喜歡蟲子 又小又多群疾而生 蟲子爬到了錯誤的地方 幸好這一切都能被糾正 散兵 散兵 不行 他真的消失了 看看有什麼辦法 糟糕 他真的小 到嗎 能聽到我的聲 那希達 旅行者 派蒙 散兵 剛才發生什麼事了嗎 是散兵幹的 他 他把你擋在 沒想到 他幾乎不上什麼力量 難道說 被打敗時 他還偷藏了一些力量嗎 還是說 他到哪裡去了呀 都怪我們沒看住 不 這不是你們的錯 接下來的事 就算是時間不多了 跟著我的指引 你怎麼會說 他不想到 他把你摸到 他一定會想到 他把你摸到 你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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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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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奇怪的 你怎么了 从刚才就一直瞪大眼睛 我那个 伞兵是谁的名字吗 听起来比较 好啊 要去哪里呢 好是好 不过看你的表情 是有什么急事吗 是有什么急事吗 到青木断眼屋了 许久不见了 当然可以了 请说 没想到你会问起这些 也好 曾享誉到期的雷电武传 乃是这五只 武方所用的锻造技艺 最初是由将军大人亲自传下 后来 后来这些断刀世家 渐渐都没落了 流传至今 但好在近期 风源万叶回到岛基 继承了一新传的记忆 要是我没记错 要是我没记错 他断刀那次 神明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是有这回事 当时就听说了雷电武传没落的事 哎 如此说起来 幽闻本来 那都不是我能知道的东西 但我多年来 只听说各家衰落 他告诉我 同为雷电武传后 告诉你也无妨 只不过 雷电武传 是被一个杀红了眼的刀将后人给 报复 为什么呢 传说四百余年前 踏被杀的卢心发生事故 某位刀将当时在这 踏被杀的锻造冶炼技术十分了得 而当年负责管理踏被杀的造兵司政 姓丹宇 造兵司政丹宇大人 与那名刀将一同跃入炉中 这之后 刀将家一落千丈 他的儿子 因而成了无人照看的孤儿 他将此事 归咎于整个岛妻 怎恨将军大人对父亲的死不闻不问 他很无力 只能将落魄之恨传给子孙 这户人家便世世代代背负着恨 原本 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但百年前那代家主 最终 他做出一个极为偏激的决定 向雷电武传父 那人来自百慕家族 却连自家的其他将人都杀 然而 对付枫元家与神礼家的后人与刀将时 因有旁人在场 也是因为这样 枫元所代表的一心流 才未遭到灭力 你还要其他要问的吗 风缘万叶 昨天还来我这坐了坐 聊了会天 不用客气 看你的表情 是不是还要去其他地方呀 那么出发吧 前往下一站 你走前 到了 这里是射凤行府 旅行者 好久不见了 如果阁下是来找凤行大人和大小姐 是有公务吗 凤行大人公务在身 大小姐则是替凤行大人出席一些会议 如有急事 可以 怎么样 要进去吗 换做别人 当然是不可以的了 但您与凤行大人和大小姐关系甚佳 我 谢谢啦 那我们就进去了 您这样看着我 是有什么话要问 可以呀 我知道您是旅行者 您有什么想知道的 托您的福 他们二位一切都好 大小姐近日忙于出席各色会议 而凤行大人 您知道的 她总是忙得很 没什么变化 听起来一切如常 对吧 是啊 怎么样 还有其他要问的吗 您实在是太客气了 要不是听说您也非常繁忙 我都想起大小姐她呀 经常提起您 她似乎很高兴 能有您这样的朋友 总觉得 自从您来到到期之后 许多事都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了 都是实话 平日奉行大人用膳 托马大人总会陪伴左右 再旁服侍 顺道听听他们闲聊 公务不由人 凤行大人有时不得不在外泳餐 据说 是因为托马大人的料理能力 比一般厨师更厨重 您或许还不知道 他们也会聊到您 那种口气 大小姐偶尔也会陪着一起 而最近几次家族团聚的时刻 免不了 前代奉行大人与夫人过世至今 老婆自我看着凤行大人与大小姐长大 像他们这般身份 能结交到有趣又可靠的朋友 所以 您若有时间 欢迎常来凤行府走走 那真是太好了 我也很喜欢来这里哦 而且听婆婆刚才说的 说得我都心痒了 下次我们来蹭 不是不是 来拜访吧 当然好 欢迎呀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不过 好的好的 那婆婆再见 不用 好 二位这就要走了吗 对对 失败完了 你不用担心哦 好 众二位旅途顺利 无处盾逃 到了 不过我们来这里 是要找什么东西吗 咦 旅行证和派盟 索维尔 你怎么在这里 在这附近有事要办 就来了嘛 我们有些事要打听 当然了 我研究过这一带的卢星 有什么要问的 有什么要问的 尽管问吧 了若执掌 要知道 我可是在附近 而且 我还在别处 遇到过以前 在踏北沙 居住过的人的后代呢 清楚 突然这么说 三言两语可说不清啊 据我所知 这踏北沙作为锻造 冶炼业的核心地区之一 已经有上千年历史 两次 哪两次 最近这些年一次 几百年前还有一次 说到这个 我听到七人提过 看起来 两个国家交流技术 由来已久了 喂 你到踏北沙来 是要打听什么 哦 原来二位是来研究历史 对 这家伙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嗯 该不会是突然 迸发了对历史的兴趣吧 好啊 请说 清奇者 嗯 好像没听过 我知道 这个词在道妻 一般指那些特立独行 一世特殊的人 但很可惜 既没见过这类人 也没在与他被杀 有关的说法里 没什么 不用客气 要走了吗 那再见了 走呀 不必客气 我能帮上忙就好 那就再会了 看来 你想问的事都打听到了呢 哈 不过 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怎么 打起精神来呀 无论发生什么 我 我们之间客气什么嘛 那么 出发去见那戏打 我 不不客气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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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诶 是他们 诶 诶 诶 亚卡巴和泽田 你们还在这里啊 是啊 如果你们不赶时间 换 好是好 不过聊什么呢 自然 还是上次的话 还想打听他被杀的消息 对吧 嘿嘿 那我们要不要加入呢 不过 哪有什么进展呢 当然可以 我的野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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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对了 上次亚卡巴他们说 希望能搜集更多信息 我们正好刚从到期回来呢 难道是什么重要信息 说来话长 其实 哦 竟然能打听到这些 原来如此 一切的根源都是为了复仇 既然是天幕后人说的 唉 到头来 也不是什么 这些信息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 你看 在当时的人看来 刀匠如此重要 好了好了 你说的对 但这也不代表我的小朋友 又开始辩论了呢 他们可真有热 呃 抱歉 光顾着说我们自己的事了 别客气了 再见 后续还有消息 也别忘了告 知道了 全都看见 把这些信息整理一下 写进论文吧 那希达 我们来了 旅行者 派蒙 别提了 我休息的不够 就记得那天晚上 跟这家伙一直聊天 回过神来天都亮了 散兵 嗯 听起来是个 你的表情很凝重 是有什么 是有什么 离心者 喂 你怎么了 对 是有什么 你尽量了 这代艺人 词 令人 无法 打开 对 尽量了 对 可是,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照旅行者说的,他险些成为虚迷的神明 这跟我的记忆有出入 在我的回忆里,我们打败的机体内部没有人 但这是说得通的 假如有人在世界术里将自己彻底抹去 意思是说,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人 只是他改变了世界 嗯,这是只存在于理论中的举动 我甚至不确定旅行者来自提瓦特之外的世界 因此世界术内没有有关他的信息 如果世上还有谁能以这种形式记录下被篡改的过去 也就是你了 可是,那个叫散兵的人 我只能从现有信息推测 具体他是怎样的人 有说不出口的烦恼吗 没能改变已经死去的人的历史 如果散兵知道自己没有遭到背叛 或许就会将故事中那些曾经生活在踏壁沙的人 那样一来 他就不会如此憎恨人类 想要拯救过去的朋友 这个故事太合理了 正因为散兵 险些在博士帮助下成为神明 而这种权能 最终支持他在力量所剩无几的情况下 成功改写世界术中的记录 是说得通 可是 那些人也没有因此迎来好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就好像一个人拼尽全力去做一件事 稍等片刻 我想确认一些 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 果然 我这里也有一些不寻常的情况 是什么 我从自己保存的所有信息中 找到了一份 你们也看看吧 童话 谁写的呀 这份记录的创造者是 那希塔写的童话 雨伞 结合旅行者的叙述 我所保留的故事 等等 难道这个记录是早 对 尽管其他记录中 有关伞兵 亲戚者的内容 都已被修改掉 改变世界术内信息 但世界术 无法改变被刻意预先隐藏好的信息 这份记录 好办法呢 真 让旅行者与伞兵 一同进入世界术 应该也是我安排的另一种保险 世界术内现有的信息 与这段记录中 隐晦提起的故事 将其中所有不同的地方 串联起来 就是他所说的 一直披着野狐皮毛的怪兽 混入到狐群中 它们日夜作伴 偶尔 怪兽也会在夜里脱下狐狸皮 对着水中的自己哀叹 不过很快 怪兽便释怀了 因为狐群中的异类不只有它 小猫也想变成狐狸 但它尾巴太细小 又长不出富有色彩的皮毛 怪兽厌恶这种美满 在山中点起一把火 动物们异常惊慌 一只灰色的狐狸站起来 与怪兽交谈 它说 你是如此聪明 怪兽笑着将灰狐狸带到火边 杀死了它 灰狐狸的心 被制成一颗剔透美 怪兽将那颗水珠交给小猫 告诉它 大家已经想好让你牺牲了 大火被扑灭了 小猫离开那里 与它们说好要相依为命 可小鸟的生命太短 一下就没了呼吸 小猫埋葬它之后 它再也没有爱过山中任何一片树叶 与任何一只动物 它要吞下月亮 搅碎所有月光 只要一切回归黑暗 我会成为新的月亮 成为大家的唯一 这样谁都不会知道 世上原本有鸟 解开了 我都想起来了 我竭尽全力保留的备份里 为了成为神明 他接受了大量试验和改造 这份记忆 就是当时学者们 从他身上抽取出来的 创造神只是第一步 还有人想操控神 我将那些保存在自己的深梦之中 又在外部 包上一层被转写过的故事 竟然真的有过这样的人 他 他明明跟我们见过那么多瓷面 可是 我却完全忘记了他 他就像一阵烟似的 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散兵答应帮我搜寻 有关降临者的信息 虽说这方面没有收获 可他还是帮到了你 消失前 他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 让你知道 你的血亲曾降临在坎瑞亚 只是我们还不清楚 世界书内信息变动 会对于人中上层造成多少影响 听你说的 我并不喜欢那个人 可这个结局 我也不喜欢 这正是为什么 智慧无法解答所有的问题 我们仰视 我们认知 答案不是唯一 世间生命所渴望的 将真相还给一个人 等于把命运的选择 在旁人看来 或许有些徒劳 不过 能像这样顺着自身意愿消失 请不要忘了 即使在黑暗的云层下行走 沿途诸多苦难 智慧的灯火 神会指引我们 与好的结果 而这 正是你一直在做的 那西达说得对 打起精神来呀 或者我们先去吃点东西 是个好办法呢 那就拜托派蒙 带他外出 有斯包在我身上 好了 我知道你心情很复杂 到大拉扎的小吃摊上 买点东西吃 转换一下心情吧 只有你一个人 记得这种事情 的确很让人伤感 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先吃什么呢 你 你 喂 有没有再听我说话吗 你 你 真的 你没办法 那我等你一会儿 想好了我们就去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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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想到了吗 怎么样 想到了吗 想到了吗 你 你干嘛呀 突然跳 你 蛮 先生 刚才的账 似乎有些问题 你看 喂 喂 等等 叫我 没喊你 说那小子呢 你没看见吗 那家伙拿了摊上最后两只新鲜 你说你 在我这里做帮工 怎么又走神了呢 是嫌这份工作太无聊 是我疏忽了 您说的对 或许 真是城里的事情太吸引人 那个人是谁啊 看你很在意的样子 小伙子 你可真是个怪人 来我这里打工居然不要工钱 我也不想占你的便宜 该给你的工钱就得给你 不不 我没有骗您 谢谢您收留我这个外来的帮工才是 你可别客气 我太难办了 你看 日落果都没了 缺的商品我去找就好 等等 我就直说了 小伙子 我没用过这样不要钱的工人 你不图工钱 也不贪休息 闲下来就四处走四处 是啊 就像您说的那样 我的事稍后再说 先把您要的东西找回来 喂 现在怎么办 好 悄悄接近他 好 悄悄接近他 你不会是蠢货 我不会是蠢货 不会是蠢货 这 不会是蠢货 可 力 这一样 虽然你说那就是伞兵 但我们这个样子 要打劫他手里的 好吧 数量是够了 洗一下再带回去比较 那边两位 跟着我 被发现 从城里到城外 很难不发现 难道我们在哪里见过吗 不 不对 你的眼神 但我对你好无印象 真的认识 抱歉 我没法就这样相信你说的话 人偶 怎么看出来的 说对了 你看 看来你确实认识我 甚至知道这种 我只是个流浪者而已 但看你的样子 特意像这样找上我 可以 不过 请允许我先把这些货 你还真给那个店长跑腿啊 他说 是的 我四处流浪 在野外遇见那位先生 他允许我 到他 意外的好心肠呢 等我把东西送到 就跟你走 可以吗 那我们先回城里吧 那我们先把这个字倒上 去 看来 我 这 这个 我 都 先生 东西放这里了 你还真去拆了 这两位找我有事 我得走开一会儿 刚好我也想把工钱结给你 你想去哪儿都行 谁会不明白呢 你帮我的忙 不过是想报答我让你 说来那天雨那么大 你却走得很慢很悠闲 不奇怪吗 没有目的地的人 又何必在鱼里赶路呢 既然不赶时间 又 但我收留你 只是举手之劳 你不用为这一点点好意 偿还那么多 可我没有 不 你说得对 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别客气 小伙子 我这双眼睛见过太多人 好了 谢谢你们等我 请不吝点赞 之前 毫无二 真正在 为了 修夏 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提瓦特各地流浪修行 据我所知,这类人通常被称为修宴者 是的 这个名字比较适合我这样的人 但这两位似乎认识我 与其说是过去 嗯 解释起来 我并不爱用 也不常用这样的词语 但你的情况 就是上辈子的那种感觉吗 对 比起从前 更像是距离更为遥远 那请问 琴生的我 是 这样吗 我明白了 你们有话要告诉我 却又不忍开口 看来 不便开口 可见那些事 但我一定可以承受 你很在乎真相 嗯 那我就直说了 前生的你 做过许多可以被称为恶的事 险些因人而死 也令他人因你而死 生而非人 憎恶神明 你始终在流浪 即使有了位置和身份 也没能找到驻足的理由 嗯 执着的根脉上 偶尔也会长出苦果 逃离不了我之 清净所有 却只让历史动摇 但论结果的话 我无法单以对错而辞 判断方才 一个人做出任何选择 都是因时因地 真理本因如此 有正确 便会有对应的错误 然而万象万物 前生的我 看起来不太讨大家喜欢呢 啊 没有打击你的意思 不过对我们来 但现在帮助我找回真相的 不也是你们这些敌人吗 啊 我受不了了 这家伙不就是个看上去跟敌人完全相 我觉得他并不无辜 又没法追问他什么 小吉祥草王大人 您是智慧之神 那 皆是真实 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亲眼目睹 即使你如今的精神 我是一个人偶 缺少心和名字的人偶 没有什么能驱动 天 那就依你的愿望吧 等等 我们是不是也该跟着去啊 不必担心 即使遭遇什么危险 旅行者 可以麻烦你代替我 前往监 对啊 这么说来 你现在 呃 情况比较特殊 嗯 我明白 谢谢你们 那就麻烦大家稍作 无论那里有什么 我都会尽力去面对 只是 有什么 这里看上去 属于道歧 你们所在的空间 是我提取回忆中内容 还原出来的梦境 观看回忆可以获知真相 但也可能 激怒存在于回忆中的敌人的 影像 请务必注意安全 还真是身临其境的体验呢 还好我们跟来了 你们不必为我做这些的 我不是值得保护的对象 但我们向来不会半途而废 之前因为你的原因 事情做到一半就暂停了 好吧 谢谢 流浪者 这里是雷神安置散兵的地方 被称作戒警之馆 你前生在这里 留有大量记忆 是因为这里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出生地吗 可以这么说 原因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似乎有脚步声 倒塌的山时候 竟然有这么大空间 难道是开采金化骨髓的队伍留下的 不 不对 里面建造完整 保存良好 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 怎么有个人倒在这里 你 你是 你 你会说话 你怎么样了 是受伤被困在这里吗 没有伤口 而且一事滑贵 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男人 名叫桂木 是虎千代杨子 育于城镇的副手 他捡到留在戒警之馆的散兵 将其带回他被杀 然后 才有了后面的一切 在未被修改的记录中 桂木最终被城镇所杀 我带你出去 我们的人就在附近 坚持一下 他被杀事件中 单于惨遭伪装成功将的博士谋害 被称作亲戚者的散兵 下落不明 而欲于城镇 作为第二顺为负责人 必须负起责任 但桂木曾为城镇所救 对其忠心不二 在桂木坚持下 城镇最终杀死他 以此 为他被杀事件作劫 看上去是位武人 面相却很人厚 为什么他没能幸福中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父亲没等到给她起名就去世了 母亲过世后 孩子独自留在草棚内 被邻居抚养长大 而离开她被杀的伞兵 偶然遇到同样没有姓名的她 便与她约定一起生活 这个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呢 年幼时就病逝了 一日散兵回到家中 发觉她已经停止呼吸 你 喂 你 你怎么了 说话 说好要像家人那样一起生活 到头来 也像丹羽他们那样背叛我 模特别的 那妈妈 那喷你 我手里 我手里 我的手里 你不是 我手里 她 我手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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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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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杀了好多刀匠呢 雷电武传的后人 瞧你的表情 哎呀 也别太缅怀过去了 收起你那条可怜的舌头 别再咄咄逼人了 好了 再会 庆宫宴上见 可怜的舌头 浑身冒火的女人 又有什么资格 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 罢了 说不定一会儿 就会有人找到这里 到那时 我又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来迎接呢 阴谋并未在此地破灭 我们仍将经历接下来的故事 流浪者 你还能坚持吗 可以 请不用担心我 为什么沉默地看着我 难道你没有更讨人喜欢的表达方式 讨你喜欢可不是我的义务 再说 你眼里向来没有利益与结果之外的东西吧 魔女 迷茫的人类 能分分第六席 不过是因为你比其他人类更迷胆而已 这也算优点 与你相处就像在跟一团烈焰叫朋友 不过彼此残杀之前 我们最好完成应尽的责任 多看我一眼 似乎到虚迷了 那是 剑鱼生论派遣者纳菲斯 拒绝加入本次计划 我将代替他加入本次实验 欢迎你的到来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什么时候开始 你似乎迫不及待了 要知道 成为神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身体改造后世很久 我也建议早些开始 而且一旦链接成功 他的身体就会与机体完全绑定 无法单独行动 这种事我经历的很多了 对吗 博士 你是我见过最能坚持的实验品 托你的福 我才能成功获得更多信息 不过那段日子过后 你总是依照命令留在深渊中 见面机会骤减 提升知识纯度也变得很难了呢 道貌黯然地说辞 是怕大家知道 你除了疯狂实验之外 什么都不在乎吗 与我对话最好用更恭敬的口吻 斯卡拉姆奇 你很有用 可那并不意味着你能不灭 又是博士 好让人不舒服的场面 那个人身上 有很浓重的邪恶气息 看到他不舒服是正常的 我也这样 继续前进吧 神明 您认为我是恶吗 若你承认那些你 是你自己的话 便是恶 在您眼中 人与人偶是否有区别 您认为前生乃至他生的自己 与你有区别吗 假如没有 那人与人偶又有什么不同 承受人世冷暖 品为喜怒哀乐者 即为人 为生老病死增爱哭喊愤怒者 亦是人 我已经观看了足够多的往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取回那些本该有我背负的罪孽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不会逃避对我的指责和制裁 应得之事 可以将那份记忆给我吗 可是那样一来 你不就 不就会失去现在的身份吗 我始终认为 人这样的生命个体 遵循规律而生 是过去经历的总计 而我作为人偶诞生于世 也背负着同样的规则 取回记忆 意味着你将完全回归到前生的位置上 所有被你舍弃的情感 也将回到你身体内 你确定要这样吗 一直以来 我都怀揣着胸口这份空洞而活 创造人偶的人不需要我 醒来后 我四处流浪 可直到遇见你们 我才意识到 这份消失的罪孽 或许正是 令我成为我的契机 我天生就比他人 更容易孕育出愿望 即使做了修宴者 也没能彻底通透 看来 那就是我为自己招得的诅咒 所以恳请您 将改变宿命的意义赋予我 解释我的流浪 我明白了 既然你心里已决 我就将这些还给你 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 收下吧 让他自由 人偶 为什么在这里 我倒觉得你也是人类哦 大家都在 正好 好刀 陈卫长这大人高兴啊 这是 我的 他不要紧吧 我 我是 我是 不是 我 是不是 我 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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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好美 蛤? 没有价值的东西 不会被保留 生意如此 才更不能在这里结束 蛤? 蛤? 三边 死吧 实在令我无关 我为什么不记忆了 话少说 玄流风唐天 我转 小枝虫子 小枝虫子 风袭 你将无处立足 我没见过你跟着 我怎么可能都在这里 我怎么可能都在这里 吃风袭 蛤? 蛤? 大转白鞋 咯? 你真是她 还是怎么可能都在这里 你真是她 断坑 她人 你真是不逑 你真是不逑 她是不途 你真是不能进来 她的 她是不逑 对不起 我怕我沒能改變什麼 記憶讀取應該很順利 這篇夢境的使命 走吧 出去 歡迎回來 旅行者 派萌 感覺經歷了很長的旅 可不可以 莫非你是對這個 沒什麼 只是在想 我也該換 明知博士做了那麼多事 我怎麼可能繼續採用跟 我不打算也不可能回到愚人眾那邊 一定有許多人被這次的事影響 意思是你要脫離組織了 正如你所說 小吉祥草王 一切看似徒勞 但並非沒有 可那也不意味著 你身上的往事就此消 正是自然 另外 你親近全力去追求的事 它最核心的目的 並沒能達成 改變世界 改變過去 改變他人命運 你所渴望的答案 是極致的毀滅 它本質是虛妄 即便世上再沒有散兵 世界也不會遵循你的意志而動 是啊 為這樣的結果做到這種地步 哪怕我一文不值 世上也從來沒有值得後悔的事 小吉祥草王 世界樹裡的信息 是你故意留在那裡的吧 為了讓你儘可能自然地收穫信息 為什麼不惜做到這一步 你 必須誠實地說 過去的經歷 使你成為了一個對我和虛擬有用的個體 拉攏你 但在那之前 我想把過去的真相告訴你 如果只是利用 你很聰明 這大概是我應具有的美德吧 對他人有用就是價值 所以即使身為罪人 對 差點忘了 你們是正義的一方 不好意思 我看待事物的角度略有不同 但我不會稱這一切為算計 你的智慧註定了你會擁有更好的幫手 你能這麼想就太好了 旅行者 未來我還會進一步研究 並挖掘是包括你血清 被記錄在世界樹中的旅程之史 前後究竟還有什麼 旅行者 為什麼在我挑進世界樹的信息洪流之後 你就 所以才打聽到了那些人被改變後的命運嗎 不管怎麼說 你幫了我的忙 這份恩情我 我移除我 我幹你 那人與人的關係 絕不是輕易就能 你一定感受過 生命出現過的人 不會像水滴蒸發一樣消失 正因為有些事不能挽回 你感受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 你欠下的背负裂痕生活下去是人的行为 你可以选择 没有缺失心脏的人类 不是吗 没有心脏的你依然能理解痛苦 你过去不会被撼动 但你可以继续走 只要未来的线够长 总有一天 听起来你已经想好怎么安排我了 很多事情混在一起都说不清楚了 反正最重要的是 哼 你听起来 我赶快 我来给你 请 我去 敬盼 我自己 抓紧 我去 你 我去 我去 保护 我不知道 我去 你 怎么样 不 我的 不会起戳汗 不会起正经名 想好了吗 确定了 就按你说的办吧 这么一来 你也是有名字的人 绰号呢 想好了吗 还在想 别测试 怎么回事啊 慢慢想 在你想好之前 我们暂时 那些构陷我 令我陷入不幸的人 是说愚人重吗 至少是博士 立场变化了呢 相信未来 你的道路也会因此改变 但不是现在 还有一件事 如今稻妻还有一些雷电武传的后人 他们中有人知道 我暂时不打算离开虚迷 假如你在稻妻遇见他们 大可以告诉他们 哪怕这件事已经从世界上抹除 他们也 原来如此 这是你的 哎 可是这样一来 没什么 只要他们愿意 大可以用刀子捅进我的胸膛 你很爽快 不 好了 就聊到这里 再会了 贤明的神 走掉了呢 最近发生的事对他而言 简直像是突然过完了一生 嗯 也是 虽然他还是那样 但语气变得不那么 这下我们总算可以去吃饭了 辛苦你们了 请找一个令人放松的地方 我想好了 小说的结尾 可以放在 意思是 故事里的其他人 是啊 听说育于长正 一直活到了寿中正寝啊 怪异的氛围散去了 可未来几十年里 可未来几十年里 这件事仍然 年迈的他做了一个梦 名为大他被长正之宝刀断成那夜 万般欢喜都融在了炉火中 化作红玉此生路遥远 须变得了 已妄言 哼 你不要听我说 这 它要有点乱 你脱落了 不然我的 unfold 这 속acon 你才知道 这一点 after all 那这边 不然是 大衣 这边 这边 进来 不然是 会想掉 不然是 哇 终于到休息时间了 一旦放松下来 突然觉得 太好了 哎 那个瓶子是谁来打扫的时候碰碎了吗 可是 听起来 你很迷茫呢 我明白你的苦恼 任何人知道这 哎 有人在我们耳边说 不过很可惜 提瓦特的命运轻易无法撼动 神灵尽且有微小的可能 小小的动物撞在树干上 会令它摇摆 可歪斜不等于位移 就像瓶子落到地上 小猫打碎得也好 飞鸟打碎得也好 你 你是谁呀 为什么你会这 历史不会轻易被改变 但人们的心会 相信自己的眼睛 声音消失 刚才那个人到底是谁呀 突然冒出来说 听起来 但是是那个瓶子 还嘴在地上呢 总觉得就这么放着不管 心里有些乖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